原住民的命都是命 近日,傳媒報導加拿大又發現了原住民的遺骸 今次遺骸的數目眾多,達到751句 相信當中大部分屬於原住民孩童 據報,這是押今為止加拿大發言的數量最多的無名墳墓 不足一個月前,另一個原住民紀宿學校舊子 發現了215句兒童遺骸 對於再次發現原住民遺骸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發表聲明指 發現令人心感悲痛 又形容事件對有系統的種族主義、歧視和不公義 一次令人感到羞恥的警示 種族主義、歧視? 正確來說,不是大屠殺才對嗎? 據傳媒報導 今次發現751句遺骸的馬利亞爾原住民紀宿學校 在1899年建立,直至1997年才關閉 在近18年的時間,都是由當地的天主教會管理 1970年代,這所學校的墓地被原住民暴落接管 曾經就讀在該校的幸存者肯尼迪表示 在寄宿期間,會有小伙伴被拖走之後再沒有回來 他自己也聽說過很多可怕的故事 包括有原住民兒童在寄宿期間被強姦、毆打 幾乎每間學校都發生過這樣的事 對於再度有多具原住民的遺骸被發現 不過想問,如果這是一場又一場的屠殺 是否有人或機構以至政府要負責任呢? 坦白說,如果這些原住民,包括原住民的兒童 是被寄宿學校的人所殺害 這是一場大謀殺,甚至大屠殺 不過想問,加拿大不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嗎? 原來有民主自由就不可以尊重生命嗎? 加拿大作為五眼聯盟國家之一 其他四眼不是經常為世界主持正義嗎? 眼中就是一個殺人國家在前面 還不發揮譴責和割蓆? 如果其他四眼對此物不作聲,又是出於什麼原因? 是包庇自己人,還是自己心中有鬼? 至於加拿大總理發聲明說 事件是對有系統的種族主義、歧視和不公義 一次令人感到羞恥的警示 畢者必須說一句,麻煩道路多收起去的虛偽 這個很明顯已經不是種族主義或者歧視那麼簡單 而極可能是一場集體屠殺 絕對不是一句羞恥的警示就能夠了事 畢者對加拿大政府至少有兩大問題 第一,是事件難以跟加國政府沒有關係 他們會向原住民道歉嗎? 第二,是他們願意承認當中的責任,甚至罪責 不會將責任射給辦學團體或者宗教 事件最新發展果然如不借所料 道路多近日將責任射給教宗 要求對方向加拿大原住民道歉 當西方國家不斷借失實的新疆問題抹黑中國的時候 現在擺在大家眼前的就是加拿大這些危害 或者就是加國政府或者寄宿學校殺人 滅絕的最佳證據 在此,不借認為加國原住民組織 應該在可行的範圍擴大調查 查清楚有多少無辜的原住民而同受害 必須為死者討個公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